每位好料理健康跟著你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 今天為您邀請到哪位來賓呢 我們先歡迎他出場 陳瑞梅 瑞梅阿姨 大家好 阿姨好 大家好 阿姨我想請教你喔 比如說像家庭主婦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那冰箱一堆菜要怎樣 冰箱一堆菜都把它清清出來 你不要設定你今天要煮什麼 看有什麼就煮什麼 這就是家常菜 全部都丟到鍋子裡煮喔 那就大鍋菜了阿 那你還是可以把它分類阿 可以同類的加在一起 比如說葉菜類就跟葉菜類炒 我如果剩豆類怎麼辦 豆類你可以把它調一點醬汁 然後把豆放在裡面煮 煮好了 那個豆只要它有味道 它都很好吃 不管怎麼多 你是說用滷的意思嗎 對 用滷的 那一般我們冰箱可以放的都是那種 一勺一勺 那也不太會有那個葉菜類嗎 因為葉菜不太能放 是 那葉菜如果葉菜你不多的話 你可以拿來燙一燙 擺在旁邊當擺飾 那當然你的菜 你的主菜當中一定有味道 那吃一點蛋 那個 就算你的那個葉菜類它沒什麼 你沒調味 但是吃起來 因為你吃了有味道的 再吃沒味道的 基本上都是一樣 都是那個味道還在 味道還是在 你們家的冰箱最常剩下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家的冰箱啊 最常我們家基本主要的調料就是 主要的東西 就是像那個 豆腐啊 和豆腐啊 那個都可以擺幾天的 還有像什麼 紅蘿蔔啊 香菇 洋蔥之類的 那個 那個什麼 青椒 青椒之類的 還有 你現在當季出什麼菜 我們家就會有什麼菜 就會買多一點 對 當季的食材都比較好 當季的食材 原則上比較便宜吧 哈哈哈哈 便宜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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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取得方便 是 那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示範什麼菜 好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 蛋包三絲 蛋包三絲 那我們先打一鍋 那個熱水 是 那這個 這一個是要 那個要來 先來煮蘿蔔 所以蘿蔔是 也是今天的材料就對了 對 蘿蔔 那蛋包三絲 它還需要哪些材料 就是 三絲 三絲是 可以你自己調的 比如說 你有那個 家裡有三樣東西 顏色不一樣 你就 可以把它當成三絲 就變三絲 你如果很多樣 你變五絲 也可以 可以 對 所以說這就是家常菜 你剩幾道菜 你就剩幾道就對了 這樣就幾絲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些 主要的東西 菜桃 菜桃 先把它放在鍋子裡煮熟了 先把它煮到 去那個 菜桃的那種味道 好 那我們煮的時候 加一點點醬油 為什麼是加醬油 對 它起來就會有一點點 稍微黃黃 不是很白的 來 畫一畫就好 畫一畫 但是打一個兩個 就是看你的那個碗 你今天做的材料多還是少 那今天的材料好像有多一點 所以我們就打兩個蛋 好 我們打蛋把它打開了 然後就可以 鍋裡放一點點的油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蛋皮 好 然後蛋打好了 就可以直接把它放進來 然後把它轉成大一點 這樣轉一轉 薄薄的一張 對 薄薄的一張就可以了 等一下是要墊在那個 雖然它沒有完全熟 但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蒸一下 好 我們現在把它鋪平一點 OK 然後我們要切我們需要的食材 來 三絲的點 這個是三絲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三絲是 素火腿 我們今天的三絲是素火腿 還有 豆腐 豆腐 還有香菇 香菇 其實 所謂幾絲這個都是自己 自己可以處理的 比如說 你可以 你可以覺得我要放多少 有多少食材你就放多少這樣子 要放什麼也自己可以調整 對自己可以調整 這是家常菜的好處 對 我們示範只是示範說 大概可以這樣子做 對 食材可以自己去併 食材可以自己調配 那這些香菇 我們泡了水之後 我們就把它 這個蒂頭可以拿掉 好 拿個剪刀 剪刀嗎 對 我幫你用剪刀好嗎 對 對 蒂頭 用剪刀剪一下就好 我幫你剪香菇 剪香菇 香菇用 用剪刀的 比較好 切絲 要切絲 要切絲 然後 切絲就剪成絲 對不對 就剪成絲 好啊 那我來切豆腐 這樣還可以用剪刀嗎 沒有 沒剪刀 那是頭比較好 會變狀就對了 老孩子比較好人可以這樣做 鋪在碗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擺我們的山絲 直接擺在上面喔 對 直接擺在上面 對 直接擺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擺我們的山絲 所以它不用再操控嗎 我們等一下要蒸 要用蒸的 對 蒸好了 我們要拿一個盤子把它扣出來 把它扣起來 哇 那很像那個 一個大寶山喔 那如果我們今天準備的比較多 比如說那個五絲啊六絲啊 當然也可以啊 顏色啊 還有內容啊 更豐富對不對 更豐富啊 如果你真的把它當成宴客菜 你可以用很多 很多你家裡有 有被子的東西 喜歡的都加進去 比如說有的是兒子喜歡吃的 有的是女兒喜歡吃的 有的是孫子喜歡吃的 你都可以把它加進去 要對自己好一點 要自己喜歡吃的放多一點 自己要喜歡做 做了就會有人吃 對 那我們 中間我們可以給它 補一朵 紅花 好 要磕花嗎 我是不會磕啦 補一朵紅花 我把它補一朵就好了 補一個紅紅的就好了 是不會磕 所以我把它補一朵紅紅的 好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些 也差不多算是好了 像我們 做的是家常菜 所以沒有說要求的很標準 怎樣叫標準啊 標準就是說要有一定的份量啊 什麼東西都要有一定的份量 什麼東西都要有一定的份量 什麼東西要幾克幾多那種 那我們家常菜就是說 你家裡方便就好 然後再把它蒸一下 蒸個十分鐘就可以了 因為原則上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可以吃的 是 我們把這些煮過菜 菜頭的湯 然後回到鍋子裡 然後做一點點調料 要做醬汁嗎 對 做一點點醬汁 好 這個 這個菜頭湯很甜喔 對 菜菜頭湯很甜 你如果沒喝到 你也知道 我知道 剛才是我辣的 好 那你就是很高手了 聞就知道了 聞就知道了 就被我知會到了 只有高手才能這樣 不用品嘗 我都還要試一下 我都沒那麼厲害 那你煮菜 我大旁邊幫你幫忙 你大旁邊幫你幫忙 因為這樣有夠 這樣有甜 真的很甜 看吧 沒有騙你 加一點點 醬油 這是基本的 然後 胡椒粉 胡椒粉 然後 這裡有一點 泰白粉嗎 泰白粉 就勾一些 要勾芡 對 吃下去 這個湯也可以留下來做高湯 那個就是高湯 精華 精華 然後我們就等這個電鍋 跳起來之後 把這些 緩扣在一個 比它大一點的盤子 我們等這個蛋包三四的時候 先來做第二道 麻辣豆腐 麻辣豆腐 這是 冬天吃一點 這是一道名菜對不對 對 我不知道 又酥又麻 對 就是 又辣又麻 又辣又麻 好 那這個 冬天吃一點辣的東西 去去 比較保暖一點 它比較肝 好 麻辣豆腐 它要準備什麼材料 我們就是 白椰豆腐 白椰豆腐 還有這兩個 紅青椒跟黃青椒 紅椒跟黃椒 紅椒跟黃椒 還有就是 那個 這個是 花椒嗎 花椒 對 它很香耶 花椒 對 花椒它有 分那個 生的花椒 那這是乾的 烘焙過的 乾燥的 比較好保存的 好 那這個是 花椒的那個 對 因為 完全是放粉 你沒有看到花椒 你不知道整次 不知道那個辣是誰的辣 你不知道辣是從哪裡來的 誰來的 然後 我們就放一點辣椒 花椒粉 放一點點花椒 告訴人家說 有花椒喔 你要小心吃喔 所以 一洗一磨的嗎 對 它是它磨的 然後我們就先切幾片椒 好 因為 因為那個 豆類的東西 還是要放一點點薑 去去那個 豆腥味 人家說豆腥對吧 對 我們就切幾片 然後 我們要放一點點油 好 好 那個花椒粉 也有在賣現成的嗎 有 有 這個 如果要買便宜也可以 對 現在食材都很方便 我們就是放三小時 可以喔 還是把竹子打開 竹子打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薑片放下來啦 嗯 薑片放下來 等它薑片爆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是要 有薑的味道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花椒 花椒也要讓它爆香 花椒也要爆香 對 花椒 花椒 這個 花椒爆香起來 這一道菜就 感覺它就會很 味道很 香氣就不一樣了 香氣就不一樣了 我看那個 有的那個 婆婆啊 他們在煮 他們在煮菜 那個薑都切很多耶 薑切很多 這樣會不會太燥了 就是會搶了 主要的那個味道 搶了食材的味道 是不是 那這個大概放兩匙 兩匙 你看一下油鍋 它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嗯 我們現在調一鍋 調一鍋醬子 然後我們把辣椒也下來 哇 這道菜真的是 有夠嗆辣 加兩 兩 兩 兩杯水 兩杯水 然後 我們就讓它 滾 然後我們來切這個豆腐 我們今天選的是百葉豆腐 對 它豆 板豆腐可以嗎 也可以啊 但是板豆腐它比較多 太軟齁 很容易搓破 容易搓破 板豆腐你可能還要稍微煎一下 好 讓它比較硬 比較定型 對 還定型 稍微攪拌它 它就開了 然後我們就邊切邊下火 好 這樣就讓它再 讓它 讓那個 裡面的那個 湯汁 蓋過 差不多是 有蓋到食材 有浸到豆腐就好了 有浸到就可以了 好 你就讓它滾一下 滾到 覺得味道都入味了 好 我們加一點點醬油吧 我們就不加鹽了 醬油 這樣 顏色比較漂亮 顏色比較深一點 加 一點 好 我夠這裡還有 好 好 這樣 豆腐的那個 豆腐的顏色已經很入味了 嗯 看起來就是 就已經去掉那豆腐的腥味了 所以它只要那個 大概滷個五到十分鐘就可以了嗎 對 對 讓它的那個湯汁收乾一點 讓它的湯汁收乾一點就好 然後 我們就可以起鍋 當然 餐廳可能會擺盤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 把它 起到鍋面 它的盤子上就行了 QQ的就很漂亮 QQ的 雙盤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 紅色的那個 甜椒 就剛剛那個甜椒 對 給它放一邊 紅色的 然後再放一邊 黃色的 讓它覺得很熱鬧 雖然是家常菜 只要你稍微點綴一下 它就是 用個心思 就變得很好了 它就是變成一道可以厭客的菜 好 它有一點燙 來我來拿好了 好 就是這樣 我們要 我們要先 把它 這樣 緩扣回來 知道嗎 要幹活嗎 來 你要帶這個嗎 帶了不好拿 不帶會冷 會很燙 會燙 但是這樣 來 我們把它 反扣回來 好 好 這就是 給它 它有一點燙 它有一點燙 好 我們反扣回來之後 可以把它切個十字 畫個十字 畫個十 這樣就可以看到裡面的那個 對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食材 你要畫十字也可以 畫八字也行 看看你 看你喜歡 然後我們把這個蛋皮稍微打開一下 那多畫幾條 就變成那個花瓣 花瓣 對 真可愛 你看 這就是我們的蛋包三絲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 調味那個 我們剛剛煮的那個蘿蔔的湯 蘿蔔的那個 加一點調料 然後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醬 放回來 所以裡面有高湯 胡椒粉跟醬油 高湯胡椒粉 醬油 然後 然後現在勾芡就可以了 稍微勾一下 這些 你看 這樣 雖然很簡單的食材 但做起來也算是挺 很好看 很簡單的食材 可是 你說簡單嗎 對我來講不簡單耶 可以呈現的作品 可以呈現出這樣的作品 是不簡單 但食材是 我們都很好取得的 所以它簡單是因為這樣 對不對 你如果穿著做 你就會覺得很簡單 就沒什麼 你都不做 你就會覺得它很困難 我還是覺得吃媽媽做的比較限制 我還是鼓勵年輕人要多做 好 我們才可以 你要焦棒了是不是 我們才可以焦棒 剛才烤芡用了 這裡還有高湯 要嗎 有一點點 烤芡 勾得太 一點點就好了 好坑 就不用那麼苦 就行了 然後這個 勾芡 就把它淋在這個 邊邊 吃到 過得到 有一點點 進去 就能吃到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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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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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包三絲的做法是 1.白蘿蔔切塊放入沸水中加入醬油煮熟 2.打入蛋加入醬油淋在平底鍋內煎成蛋皮 3.將香菇、素火腿以及豆腐全部切絲 4.把煎好的一面蛋皮平均鋪在碗底 沿著邊緣依序鋪上食材 蘿蔔放中間,放入電鍋蒸大約20分鐘 5.將醬油和糖加入煮白蘿蔔的水中勾芡 6.將蒸好的蛋包倒扣在盤中 在中心點畫上十字 將蛋皮稍微剝開,淋上醬汁就完成了 3.將百葉豆腐切片 1.起油鍋爆香薑片和花椒 2.加入豆瓣醬、水、番茄醬和醬油拌勻 3.將百葉豆腐切片 3.入鍋煮入味就可成盤 4.紅黃椒切小丁放在盤子上面就完成了 最幸福的、最美味的時間又到了 我們來吃這個家常菜 先吃哪一個 我要先尋寶 這一道很適合尋寶 對,它就是有三種食材 四種、五種 對 但你講的如果放多種 不管幾種都可以啦 只要你家裡有的 只要你家裡有的現成的東西就可以了 這個火腿 還有蛋盤 它這樣子全部的食材都放在裡面 然後就會等歌脆對吧 所以它的食物的味道全部都 不管什麼味道都會綜合在裡面的 但是你就是記得要那個 白蘿蔔要先用水滾一下 要不然你 它會不會熟 沒有啦,要蒸很久 蒸很久才吃 跟他們的時間不一樣 對,時間不一樣 你剛剛加了好多那個胡椒喔 好香喔 這個胡椒的味道 對 最大的挑戰來了 這個麻辣豆腐 那如果煮麻辣豆腐的時候 是不是要飯要加煮沸 嗯 呵呵呵 看人啦 看人啊 有的人敢吃 不像這個人的愛加煮沸 像這種的汁啊 它也可以拌飯嗎 當然可以 如果敢吃的話 喔 應該是還好 因為你剛剛在煮的時候那個辣的 那個 那個 花椒的香 花椒的確是很香 然後你可以 我應該要加一點 加一點青椒 紅椒 青...不是青椒 黃椒 它變成那個 口味會比較清淡 就比較中和了 只是有一點麻麻而已啊 沒有覺得它會怎麼樣 因為我有加黃椒啦 把那個辣味中和了 所以 不像吃辣的人會有耳朵啊 還有會吃辣的人 它的確是一道很下飯的一道菜 其實它的麻不是那種 會陷著煮著的那種麻 不會 它過了你的喉嚨它就... 它不辣啦 它麻 但是它不辣 對 不辣 所以這個也可以來試做看看喔 簡單又好做的家常料理 今天這兩道 謝謝瑞美阿姨 謝謝 歡迎下次再來 如果說你有像阿姨這樣子 我們一些做法很簡單 其實但是它有不同的美味的好料理 都歡迎您來錄我們的節目 跟阿姨一樣 好 我們有報名專線喔 今天感謝你的收看 再會